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追查资金流是一件极为繁琐的工作 一笔钱在一年内可能会流动几十次 这个工作我帮不上忙 由黄小桃老妖和金警王警同力合作 会议室里留下三个人现在没事干 我在玩手机 宋星辰抱着刀 懒洋洋地看着窗外的秋景 王源潮在喝酒 王源潮突然袖子一撸 放在桌子上 来 咱们较量一下 宋星辰不屑一顾 王源潮故意激他 你练的那些花拳袖腿 手上是不是没劲啊 花拳袖腿 宋星辰冷笑说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比比 王源潮好起冲天地说着 宋星辰朝我看了一眼 我点点头就说 别上河去 宋星辰把手放在桌子上 和王源潮握在一起 王源潮喊 一二三 两人同时失利 我看见王源潮结实的胳膊上 一根根清清闭现出来 可是宋星辰 却是一副毫不费力的模样 两人竟然相互决力 维持了五分钟 王源潮脑门上开始冒汗珠 下面桌子咔咔坐下 宋星辰有深厚的内功修为 王源潮纯粹是蛮力 我生怕弄出事了 王说行了行了 点到为止 两人根本不理睬 眼睛死死盯着对方 宋星辰脑门上 竟然冒出一道淡淡的烟来 原来他也出汗了 我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这时候咔的一声 项目毁足 竟然折断一条腿 朝一侧倾斜 两人同时站起来 眼睛仍旧盯着对方 我以为他们要开打 谁料王源潮竟然笑了 吹了一下宋星辰的肩膀 说厉害啊 我甘拜下风 不 王警官才厉害 纯靠蛮力 竟然和我打了个平手 如果你学几年内功的话 恐怕我不是对手啊 宋星辰回答着 两人大有惺惺相惜的意思 我松了口气 这时候黄晓桃走进来 邓元一双姓墓 我再离开一会儿 你们就搞出这么大事情 王源潮 做的钱从你工资里面靠 无所谓 王源潮拿出酒壶 抿了一口 挨了黄晓桃一个白眼 我问他 出结果了 一堆糊涂账 不过我们追查到 一笔资金的来历 你猜和谁有关 这人你认识 你爸 我好奇抬起头 黄晓桃笑了 怎么可能嘛 是穆老板 老妖查到三年前 穆老板名下的一家公司 给过杨兴东一大笔资金 这事有些蹊跷了 按理说 当时两人应该不认识才对啊 难怪穆老板一听说事发 立即跑路 原来他们有这层关系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老妖那边还在继续查证 黄晓桃招呼说 留你们两个在这 不得把房子拆了 赶紧一起去穆老板家 再调查一遍吧 我们四人上了黄晓桃的车 有三个去处 穆老板的公司 他现在的住处 他和原配夫人 李夫人的房子 黄晓桃问我先查哪一个 我说 估计他在别墅待的时间最久 先去那儿吧 应该不会是 惦记那位少妇吧 黄晓桃这话是开玩笑的 大概是案件顺利 心情不错 我说 别说啊 我还挺想见见那位风流少妇 黄晓桃笑着打了我一下 半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别墅 这位穆夫人晚上寻欢作乐 白天睡觉 听见门铃声半响才来开门 一副懒得画额眉的慵懒模样 一在门框上 挑着眉毛看我们 咦 又是黄警官 老穆没回来呢 不 我们来搜查一下他的住处 希望你配合 穆夫人让我们进去 一双秋波 找过王源潮和宋星辰 笑道 你们警官的质量够高的呀 请问喝点什么吗 不用 执行公务呢 我和宋星辰去了穆老板的卧室 黄晓桃和王源潮去了他的书房 这边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而黄晓桃那边 把书架上书籍全部拿下来翻看 也没有找到 证明两人有联系的线索 穆夫人手里拿着一杯香槟 站在门口就说 我说 你们到底在找什么呀 老穆是不是在外面犯事了 不便透露 黄晓桃回他 穆夫人有些见怪不怪 当警察的真没夜色 有什么不好透露的 掰开了不就那点破事吗 有钱人得性我还不了解 老穆白手起家 手上肯定不干净 我好奇地问 你知道有些什么吗 穆夫人摇头晃脑地说 知道啊 不过我不说 除非他笑盈盈地盯着王源潮 让那位警官陪我喝一杯 黄晓桃乐了 你真会挑人呢 王源潮 悠着点 穆夫人从穆老板的私人酒柜里取出一瓶白蓝地 看着这个酒柜 我突然有些想法了 他和王源潮喝了一杯之后 问道 你们知道 老穆和原配是怎么离的吗 黄晓桃说 不是因为你吗 并不是 其实他原配后来失踪了 我们惊了一下 穆夫人说 穆老板八十年代来到南江市的时候 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村小伙子 端过盘子洗锅厕所 后来混进一家房地产公司 他的原配是他上司的女儿 穆老板便使出浑身解数把他追到手 后来房地产事业蒸蒸日上 穆老板借着这股东风和岳父的帮助 继身了南江市富翁的行列 岳父死后继承了公司的股份 但是他在外面风光 在家里却被原配管得死死的 原配怕他在外面不老实 还派侦探跟踪他 还有过更过分的事情 每天他回家要检查他的尿样 看他有没有在外面偷心 这种日子穆老板当然过得很憋屈了 屡次提出离婚 原配说好啊 离婚的话必须尽身充忽 一分钱也别想带走 五年前穆老板的原配突然失踪了 警方调查了两年之后宣布死亡 穆老板就继承了妻子全部的遗产 从此扬眉吐气 但这件事情对外一直说是离婚 还娶了县人穆夫人作为掩饰 听爸之后 黄小桃作恶地说 我爸也是这么说的 穆夫人微笑说道 这事情很可疑吧 他的原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黄小桃说 你还真是热心长安 穆夫人笑笑 举报犯罪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是吗 黄小桃叫他先出去 穆夫人拉上王源潮陪他聊天 这才离开 联系到本案的性质 我心中也喊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难道他的原配备 黄小桃点头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样的话 可能什么证据都不会有了 我朝穆老板的私人酒驾走去 拿起上面那三瓶 他不让别人碰的酒 其中一瓶拉飞的手感 有些不一样 晃动的时候 里面好像有东西 我抄起酒瓶往地上一砸 酒水里面掉出一个 用塑料袋封起的磁带 我说 看来 他还是留了一些纪念呢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5集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